这是一个小更新 因为6750XT我已经做过N4配置了 你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还更新的是一直有人点名 让我用5700X这个8核16线程的CPU 搭配这个显卡来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MD在CPU上已经没有什么牌可以打了 也就走性价比路线了 所以此刻的5700X性价比是非常好的 8个纯大核CPU干活OK 缓存大那玩游戏也OK 配置看一下表格 主板是华硕的B550中炮手WiFi 这个主板的没什么喷点 内存硬盘都是原厂正片 电源是长城的额定600瓦 也没什么喷点 30系的是四热管塔散 烤机会比较难看 但是日常包括玩游戏都不会高温度 显卡是焊迅的6750XT红模板 这个版本算是6750XT里面的天花板 CPU厂家的人前天才来过 先看一下显卡 显卡三个风扇很长 贯穿的5条热管 金属的背板有光效 盒子里送了一个RGB的线 机箱是一个金河天的海景房 AirModel的三个RGB的风扇 我一共装了三个风扇 背后和侧面都是槽外 这样机箱是一个负压 华硕主板的奥双控制台 可以自己设置光效 顶部和下面还有四个风扇位 但下面这个位置是不能装满的 因为有数据线在 顶部一共有三个USB A口完毕 OK已经接好了 显卡的光效的 焊讯自家也有软件可以控制 6750XT这个显卡里面已经很熟悉了 是192V的显存的位宽 12GB的容量 显存容量比较大 5700X也不用说了 是8Hz 16线程 32M的3G缓存 无线网卡是MT7921 支持WiFi6 常规的跑分过一遍 内存和缓存 智态硬盘的跑分 工业软件测试 表格里面红色好 绿色不好 明显强于笔记本的4060 4070 也强于台式机的新版的3070Ti 老版鲁达斯的跑分 新版鲁达斯总分139万分 CPU的多核跑分是15000多分 明显强于i51490F 略差于i513400F 但是它价格只和i51400F差不多 所以就有了性价比 AMD的单核跑分明显比较低 叫468 CPU的其他的跑分 自己看一下 这是开了PBO了 3DMark显卡的跑分是13719 跑分的时候 显卡的频率在2.66G左右 柱状图可以暂停视频来看 是在新版的3060Ti 和新版的3070Ti之间 会明显强于笔记本的4070和4060 分别低13%和低21% 在台式机的40系上市之前 这个跑分 6750XT可以叫它一层高端卡 但现在不能了 单烤CPU全核频率4.45G CPU130W 机箱的散热很好 所以CPU的温度是89度 放在平常我应该会用240冷排水冷 双烤开始显卡的频率很高 2.72G 温度也不高 这个机箱和普通的机箱的风道是不一样的 背后排风的风扇会把CPU的温度给排出去 这个会把显卡的温度给排出去 这个其实只是装饰仪 双烤时显卡是220瓦 会有一些热量叠加在CPU上 现在CPU是95度 有了0.1 0.2G的降频 双烤时拆线板上517瓦 机箱背后44度 侧面是39度 显卡的温度73度 2.71G的频率 单烤显卡没什么变化 拆线板上383瓦 没有负载的时候拆线板上73瓦 开始跑游戏 刺客信条 英零电1920x1080的最高画质 显卡的温度69度 频率在2.7G左右 119帧 12G的显存只用了5.8G 新版的3070Ti 第1帧 新版的3060Ti 是108帧 低百分之9 你们会比较关注的 笔记本的4070是95帧 低百分之20 3060台式级的3060是74帧 低百分之37 2K的分辨率 86帧 降低并不多 没有太多 横比数据 古墓丽莹的最高画质 150一帧 最会帧数低于新版的3060Ti 笔记本的4070是131帧 第13% 再跑2K 118帧 这个帧数也肯定可以玩了 CSGO最低画质 615帧 属于一个正常帧数 低频线5 2K最高画质 93帧 略高于新版的3060Ti 笔记本的4070和4060分别低 17%和22% 台式级的3060低 31%低很多 我发现这个游戏满占显存的 占了8.5G 这是12G的显存 赛博朋克20772K的分辨率 最高画质观光追 83帧略好于新版的3060Ti 笔记本的4070和4060分别低 10%和14% 荒野大标课2 78.1帧 略高于新版的3060Ti 笔记本的4070和4060分别低 13%和20% 占第五 1920×1080的最高画质 这个游戏的上限是200帧 现在平均帧是189 现在战战22K的最高画质 怎么没有枪呢 涌结无键 1920×1080的最高画质 屏幕显示的分辨率是不对的 这个游戏很偏N卡 所以帧数只有100帧出头一点 绝地求生2K的三极致画质 渲染比例是100 跳伞的过程中200多帧 在房间里也是200多帧 在野外跑步也是200多帧 200帧出头一点 到了二我直接拉满到4K的最高画质了 帧数在100100多帧吧 这个游戏的画质 明显比王者荣耀好很多 巫师三2K超高画质 没有开光追 APX英雄好麻烦 现在要更新什么 EA的平台 每次都要下载一次 开头的动画也放了好几分钟 以后就不跑这个游戏了 服务器也差 还报错 需要开网络加速器进来了 现在帧数在1670 1450都会有 你们一直说这个游戏 你们是用最低画质跑的 但是他锁300帧 这样就看不出显卡的性能高低了 那要不我就拉高到4K的最低画质 好吧 这样帧数还有200帧左右 好最后一个游戏 坦克世界 这个游戏超级简单 你就导入一下就行了 这是2K的最高画质 帧数在150 560我想用这个卡挑战一下4K780帧 这个帧数呢 反正也可以玩了 改回了2K最高画质 想要感受好 还是得100帧以上 这个配置适合对CPU有一定要求的人群 否则就浪费了 你们知道5600和5700X玩游戏几乎没有区别的 也因为CPU的功耗高嘛 所以主板供电要跟上主板也配的高 还带了WiFi 所以DIY是这样子的 牵一发而动全身 不是说你有一个A320就可以上5700X的 而且很多人认知有问题 我们讲的A320B550是指的主板芯片 一颗小芯片是不提供CPU的供电的 供电怎么做 看主板厂家怎么去做 所以选择主板的更多是看CPU的功耗 去怎么选择主板 比如像这个主板是支持PTE4.0 对不对 但其实和A320的PTE3.0几乎没有区别 只有一点点微乎其微的区别 如果CPU的供电可以满足的前提下 A320便宜300块钱 那我就觉得A320更值 300块钱可以买更大的内存 更大的硬盘了 我会比较务实看得开一点 很多人不是买电脑当做一个大事 那会放很大的余量 其实就是给厂家送钱 很傻的 你像我这种体量 推高配会有额外的钱 整个DIY的氛围已经是这样子了 反而我这样的成了异类了 作为一个小温馨 5700X这个CPU的性价比非常棒 整个配置也相对比较均衡 如果想换其他CPU 我们的网店现在有很多不同的配置 可以自己看一下 然后今天这个配置的价格是5799 基于这个显卡 基于这个光效 基于这个主板 应该还算是比较有性价比了 我们的网店是在淘宝的首页 搜中正评测 想要调整配置 找我们的网店客服就行 我们的公众号是在微信里面 搜中文的中正电脑 就这样 拜拜